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总统顾问基里尔·金莫申科10号星期一说 乌克兰正遭受导弹袭击 乌克兰的几个城市遭到了炮击 主要集中在首都基辅 西部城市利沃夫 中部城市蒂涅波罗和南部城市扎波罗热 乌克兰总司令瓦列里·扎鲁兹尼说 上午俄军发射了75枚导弹 其中41枚被防空部队击落 他补充说 俄罗斯还使用了作战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做出了反应 他表示 俄罗斯正在试图摧毁乌克兰 将乌克兰从地球上抹去 在基辅 至少有5人在爆炸事件中死亡 12人受伤 当地警方表示 大多数爆炸事件发生在乌克兰首都的市中心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勤科谴责了所谓俄罗斯恐怖分子的袭击 据地区行政长官称 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市周一上午遭到了轰炸 但是基本上没有受到与俄罗斯军队战斗的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责乌克兰是恐怖主义 在指责基辅组织了部分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的爆炸犯下了恐怖行为之后 普京于周一会见他的安全委员会 这个机构汇集了主要的部长 政治家和俄罗斯安全部门和军队的代表 俄罗斯总统周日说 爆炸的肇事者 执行者和赞助者是乌克兰特工部门 欧洲国家宣布了一系列减少能源消耗的措施和建议 因为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面临着能源危机 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警告说 在电力和天然气短缺的情况下 今年冬天可能会计划性停电 这家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 如果欧洲的能源危机继续恶化 英国将可能在今年冬天面临天然气短缺 届时 该国的天然气发电厂将出现天然气供应上限 从而导致电力短缺 报道称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家庭和公司将面临一次停电长达三小时的情况 天然气占英国发电量的40%以上 德国的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警告家庭和公司有电力短缺的风险 该机构称 从9月26号开始的一周 全德国的家庭和小企业的平均天然气消耗量 比前四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高10% 联邦网络机构主席克劳斯穆勒说 家庭和小企业应至少减少20%的天然气消耗 以避免在冬季出现天然气紧急情况 法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 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能源紧缺问题 根据将消耗8亿欧元的能源节约计划 室内温度将不得超过19摄氏度 夜间将基本禁止照明广告 鼓励在家工作和拼车 该计划还呼吁公众减少热水的使用 并在非高峰期使用高能耗设备 通过这项计划 法国政府希望实现与2019年的水平相比 能源消耗减少10% 芬兰正忙于测试其在 阿尔克洛托核电站的新反应堆机组 希望能在这个冬季供暖季节 缓解该国的电力短缺 该电厂位于芬兰西南部 是该国的重要电力来源 其期待已久的阿尔克洛托三号 核反应堆的满功率水平 约为1600MW 是该国40多年来的第一座新核电站 也是欧洲约15年来的第一座 其运营商TVO在9月底宣布 阿尔克洛托三号核反应堆 已经达到满功率水平 预计将在今年12月开始正常运行 届时该反应堆将提供荷兰 约14%的电力 减少荷兰对进口电力的依赖 并缓解当地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 由于能源成本增幅较低 韩国上个月的消费价格增长放缓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 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08.93 比年前增长了5.6% 这比8月份的5.7%的涨幅有所下降 总体通胀率在今年早些时候 分别以3月份的4.1% 4月份的4.8% 5月份的5.4% 和6月份的6.0% 和7月份的6.3% 加速增长之后 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9月份较低的通胀率 是由石油产品价格的增幅放缓促成的 而石油产品价格受到了更便宜的原油价格的影响 包括石油产品在内的工业产品价格 在9月份比去年同期攀升了6.7% 此前7月份和8月份分别上升了8.9%和7.0% 石油产品价格在9月份上涨了16.6% 此前7月份和8月份分别飙升了35.1%和19.7% 截至7月 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连续5个月徘徊在30%以上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说 截至10月1号的一周内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29000人 达到21万9000人 创下了五周以来的新高 这是衡量裁员的一种粗略方式 这一数字超过了经济学家此前对最近一周20.3万人的预测 全球职业介绍公司挑战者灰色和圣诞节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9月份美国雇主宣布裁员近3万人 比8月份的20485人增加了46.4% 比去年同期增加67.6%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